早上起来就被李小璐和薛之谦等的新闻塞满眼睛,这是咋回事? 若是真的,那桂圈真乱,你与同事业爆料的薛之谦和很多人,尤其是李小璐。 这,真是无法理解了,前一段时间不是李小璐和那个Youtube吗? 怎么现在又薛之谦了? 如果这是真的,那真是理解不了了。 正当我以为是假消息时,贾乃亮回应了,贾乃亮说,我一个人过得很好,不想再卷入这些事是非非,忍了很久了,请不要什么事都带上我,世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要去做,不辜负别人,不辜负生活,一个人的时候,不辜负自己。 瞬间凌乱了,贾乃亮这样的声音,也被认为是承认了离婚这一事实,因为之前关于跟李小璐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很清晰。 即使是李小璐给甜心过生日,或者是李小璐的父亲过生日的时候,贾乃亮也并没有现身。 哎,若是真的心疼贾乃亮,以前的贾乃亮是逗逼,帅气的。 而现在呢,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,还以为贾乃亮要挑战演技,现在看来真是心惊反应。 看到这张照片有没有鲜酸的感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